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绿色时空 我是李威 在浙江有一个地方叫盘安 如果你把浙江省的地图对折 就会发现这个地方处在浙江省的地理中心 这个地方的森林资源十分丰富 山清水秀 自然环境优越 被当地人称为浙中养疤 但是还有一个称呼流传得更为广泛 那就是江南药谷 那里的人们都靠着同一种东西过日子 还过得十分舒坦 而这种东西据说是中国最传统的东西之一 它究竟是什么呢 人们又是如何靠着传统的东西 在江南药谷过上如意的日子呢 浙江省的地理中心 京华市盘安县 住在这里的人们 足足备备都靠着一种中国最传统的东西 养活了自己 过上了好日子 这种古老的中国传统是什么 这里的人们又是怎样靠着它过上了好日子 要想知道这问题的答案 我们就得先去盘安县的第一高峰 青梅间看看 露水还没干 公斤地就出发了 它的目的地是盘安县第一高峰青梅间 这里海拔1314米 植被茂盛 植物种类十分丰富 而公斤地的目标 就是这山里的一种植物 它的名头很大 经常出现在武侠小说里 我今天要找九死还魂草 九死还魂草 这名字听上去很霸气 而名头如此之大的植物 寻找起来却不大容易 找起来很不容易 一天可能一棵都很难找 为了寻找到它 公斤地更是另辟蹊径 它不在植物茂盛的树林里寻找 而是顺着溪流往上 专门在有岩石峭壁的地方 找九死还魂草 这是为什么呢 它喜欢长在石头上 有水有水有坡布洗晕的地方 凭着对这种植物的了解 公斤地跋山涉水了一上午的时间 终于在瀑布旁边的崖壁 找到了一株九死还魂草 达成了心愿 这就是九死还魂草 它的学名叫卷白 它太压太大 时间太长 它就太干了 把叶子转起来 稍微有点甩 它就把叶子散开 这叫做九死还魂草 原来九死还魂草这名字 并不是说人吃了这种植物 能九死还魂 而是说它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就算在天气干旱的时候 也能成活 那么公斤地这么费劲地找它 是为了什么呢 既然不能让人九死还魂 这种植物还有什么其他功效吗 子质 化坛活血 这个功效 原来公斤地家里有人摔伤 他上山采九死还魂草 是为了自用 但同时 他自己家里也种植中药材 一个人收入大概到两万左右 原来公斤地就是靠着传统的中草药 过上了不错的生活 看到这里 你也许会发现 偏头的疑问得到了解答 同工斤地一样 这里的人们足足辈辈都靠着中药材 这种中国最传统的东西 养活了自己 盘安属于大盘山区 自然环境优越 高山树林给当地人们提供了最为丰富的中药材品种 自古以来这里都以中药材闻名 所以也被叫做江南药谷 和很多祖祖辈辈都是靠着中药材养活佳人的本地人一样 施泽芳也靠着另一种中药材获得了收入 一年的话 上次十万左右的嘛 我现在中的不多 施泽芳的收入和他在青梅尖山里找的东西有关 他找的是什么 是怎样的中药材能够年收入三四十万呢 施泽芳已经找了快一上午了 却还是一无所获 可能是因为他要寻找的东西也是来头不小 我今天在山找药王 既然称为药王 它一定有很高的价值 现在大概在资产价一千多块钱左右 这样的卖价当然能引起施泽芳的兴趣 那么是怎样的植物称得上药王 又能卖这么高的价格呢 我们先来看看施泽芳能不能找到药王 和公斤地找九死还魂草的地点不一样 施泽芳主要选择在阴暗的树林里寻找药王 我找的是三眼清 他一般喜欢这个潮湿洗净的地方 还有小竹林灌木林下面 在一般呢 我们就是从这个小溪边灌木林下面开始找 就可能有坏有发泄 功夫不负有心人 凭着对植物的了解和大半天的辛苦 施泽芳终于在层层草丛中发现了药王 你看这里有几株三叶青 就长在这个地方 施泽芳所找的药王 学名叫做三叶青 又叫金丝钓葫芦 就是靠着它 施泽芳才有了一年三四十万的收入 这三叶青到底有什么功效呢 三叶青它具有退消 症痛 止血 这方面的功效 因为三叶青的快根 具有清热解毒 趋风化痰 活血止痛的药用价值 所以又被当地人称为药王 施泽芳心满意足地整理着刚找到的三叶青 但我们不禁有一个疑问 施泽芳这么费尽心力找三叶青 也是为了自用吗 这样值当吗 他是怎么让三叶青 给他带来一年三四十万的收入呢 这个地方云山雾绕 这里的人都靠着一样传统东西 日子过得十分如意 两万左右 上次十万左右的吧 七十万有的 这传统的东西是什么 人们又是如何致富 绿色时空正在播出 花了这么大半时间 找这个三叶青很值当的 因为我平时出去的话 一整天也找不到 这个野生的三叶青了 现在珍惜的野生三叶青 已经很少了 我今天采的这个五六棵 已经很不错了 到时候我拿回大棚的话 牵插的话 房子的话 过不了几年就快很多了 原来施泽芳找三叶青 并不是为了自用 而是为了获取最大的回报 该怎么让野外的三叶青 给自己带来财富呢 他采用的方法就是 将野生三叶青引种繁育 首先施泽芳会先把山上的三叶青 重新栽种入土 我从野生拿下来的三叶青 这条是种在地里 最好是两年以后千叉最佳的 从山上转移到棚里的三叶青 需要大约两年多的时间 就可以剪下来做成千叉苗了 而千叉的叶片需要怎么剪 这就需要熟练的技术了 首先需要保留芽包 其次要保留一定数量的叶片 需要就是上下肯定要有 最起码是有一张叶子上面 如果没有一张 如果最好的话是两张叶子 两张叶子的话呢 牵插它成活率是高一点 如果上结的话它不行了 上结的话就是上面长甩长不上来 最后千叉的方向一定要正确 这个芽头嘛就是肯定要朝上了 朝上才因为下面这个呢 肯定是长根 上面这个是长芽的 你如果弄错的话 如果放的时候像 比如如果放错的话 它插到下面去了 它长不上来的不行了 肯定是要这个芽头往上长 准备用来扦插的培养土 也是经过施则方精心挑选的 首先它加入了珍珠盐 一样是那个珍珠盐 它珍珠盐是干嘛 它主要是渗水 让这个水能更好地渗透 其次它选择的是草碳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草碳 草碳它是抛青 它有营养 出生以后那个植物它生根绿 然后它还使用了自家发酵的豆腐渣 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个 自己自家的那个就是豆渣的有机会的 它营养也是增加它的营养 让它根细更发达一点 这时候我们发现在培养土的配比上 施则方一定会添加砂石 这是为什么呢 和施则方希望的一样 牵插下的小苗成长迅速 现在施则方考虑的更多的是 如何才能让人工种植的三叶青 接近野生三叶青的药用价值 它的结论是防野生环境 把三叶青放到林下去种植 这个就是这个三叶青的效果更好嘛 所以我们找到黄产林产 那个林下去种了 接近让它渐进野生这种状态 施则方采摘三叶青的青梅间就位于黄潭林场中 这里的地理气候最接近施则方的三叶青的原生环境 施则方选择在茂密的山树林下种植三叶青 除了环境原因 在林下种植三叶青也有经济考虑 如果是像我这个大棚就是我下面这个大棚种的话 它成本要很高的 比如一亩的话 我一树双林下大概总要种好要13万左右了 如果是林下的话 大概2万到3万一亩就够了 在林下种植让三叶青从质量上 和成本上都得到了保障 现在施则方却带来了奇怪的器具 这些黑色的塑料壳 若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三叶青又被叫做植物中的抗生素 特别是它的快根要用价值非常高 施则方的黑色器具就和三叶青的快根有关 施则方发现就算成功引中了三叶青 但想要收取它的快根却十分困难 因为在三叶青的生长过程中 它的快根会逃跑 这个是三叶青快根 它顺着筋一直往下长 也叫筋是掉葫芦 它到此一直往下长的时候 一 它到处乱长了 我们采收不方便 还有一个就是结果率很低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就要说到刚才的黑色塑料壳了 为了拦截逃跑的快根 施则方定制了这些黑色的塑料 把它折成一个个有底的容器 我当时选择中用这个空根容器做的 因为它方便 还有一个它有底 三叶青的快根长了以后 它不会跑出来 它采收的时候它很方便 两个螺丝拧开 就敞开就这样就可以了 出来了就可以采收了 把三叶青住在这样的容器里 等到收获的时候 把容器打开 采收起来十分方便 仔细一看 这样的空根容器长得有一些特别 它的上面有很多突出 这是故意设计成这样的吗 为什么要把空根容器做成这样呢 这和三叶青的生长习性有很大关系 三叶青的快根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根 它要碰到硬的话 它会膨大 所以就像珍珠一样的 它要吃到自己才会长珍珠 所以我们为什么用这个空根容器来做 因为它里面有这个凹粗的话 可以让它这个快根多一点 空根容器这样的形状设计 是为了让三叶青的根系 在生长过程中长出更多快根 增加三叶青的快根产量 施泽芳还有一招 你们还记得在配置培养土时 施泽芳放入的砂石吗 原来这也是为了增加三叶青 快根产量的 因为加这个砂石的话 它砂石是硬的嘛 因为三叶青的快 这个筋碰到硬它会膨大 所以我们加点砂石进去 让它更好的有硬度 让三叶青这个快根多一点 有了这样特殊的容器护航 在零下种三叶青 其实就很简单了 利用林地里适宜的土壤 林间恰到好处的透光度 和湿润的气候 施泽芳平时需要做的管护工作 就只需要除除草就行了 但在平均海拔一千多米的地方 种三叶青 一直有一件事情困扰着施泽芳 有一年16年这个冬天太冷了 它达到如果达到的度以下了 就要讨厌 它可能是有很多要冻伤 怎么这个结果率就低 所以我们坐在这里 就成果没有是收获了嘛 所以我们现在在想办法 怎么去保温 这个地方云山雾绕 这里的人都靠着一样传统东西 日子过得十分如意 两万左右 算是十万左右的吧 几十万有的 这传统的东西是什么 人们又是如何指负 绿色时空正在播出 如何能让三叶青 在防野生环境下生长 但又不会受到残酷的 自然条件的危害呢 现在 施泽芳在试验一个新的方法 挖钩 就是把这个开钩 把这个空间容器 把它埋到三分之二的东西 埋到泥土下 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 他希望在冬天时 把三叶青的三分之二 埋到土里 以此来让三叶青渡过寒冬 因为如果是 把它埋到下面去的话 它本来是这个 不是这个通气孔 不是很多吗 它风吹来的话 它可能是太冷 它这个泥土 和结冰 如果我们把它埋下去 下面淋出 它就自然的热度 它就不会结冰 所以想个办法 要把它埋下去 通过控根容器 增加快根的技术 以及躲避低温的方法 施泽芳的三叶青 也如他所愿 健康地生长 收下来的三叶青快根 可以直接卖掉 三叶青新鲜的话 卖五百块一斤 也可以烘干再卖 干货的话也是三千一斤 如果顾客需要磨成粉 一斤的价格就更高了 如果是磨成粉磨的话 三千五到四千左右一斤 就算产量不高 因为临下三叶青的优良品质 施泽芳也能挣到不少钱 一斤的话 上次手腕左右的吧 我现在挣得不多 在一些特定的日子 他会把烘干的三叶青 拿到盘安中药交易市场 卖给来自四面八方的客户 这里就是盘安中药交易市场 也是浙南最大的中药交易市场 每天有上百吨本地药材 在这里买卖 施泽芳的三叶青只是其中之一 这里的中药数量有数百上千种 在这个季节 人们最常看到的 除了三叶青和九死还魂草 还有石壶花 当地人巧妙地利用树林 仿制野生环境 栽种铁皮石壶 而石壶花开的时候 就把它采摘下来 也有一定市场 石壶花它有解育美容 其实解育美容 它对这个肠胃方面 就胃溃疡这个非常好的 当地人还把这样的种植技术 推广开来 这样采收的大量石壶花 就能带来可观的收益 我们整个现在推广的话 就是我们现在种的 外边的去发展的也比较多 就是我们苗种到外面去 一年采下来的时候 钢花可能也有几百公斤有的 反正按销售的话 有几十万有的 仅凭天时地利 盘安也不一定能以中药材闻名 正是有了人们对中药材的巧家利用 江南药谷的美名才能延续至今 现在一场厨师资格审核考试正在进行 他们将要拿到的是一种特定的厨师资格 药膳厨师 为了更好地扩大 盘安中药材的外延 盘安积极推进药膳 鼓励人才培养 我今天参赛的作品是 副盆子炖鱼丘 副盆子是我们高山上的一种特有的中药材 鱼丘也是我们高山上的一种水中人生 这两个东西组合在一起 具有剑气补肾之作用 这是我今天参赛的作品 叫折子道夫 它加入了当地的折子粉和石虎花 它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 这里的人们延续祖先的传统 发挥着聪明才智 把两山理论本土化 续写着江南药谷的当代传奇 都说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盘岸的人们背靠着优质的自然环境 却没有固守已有的资源 这里的人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开发资源 勤奋地寻找制服道路 让一亩山能赚万元钱 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群人 在开动脑筋的同时 踏踏实实做事 江南药谷才能够声名远扬 在这儿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 野生中药材如果过度采挖 对自然环境会有不良的影响 活动应该在林业部门的指导下进行 好 下来的更多的节目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农事网的官方微博微信 还有移动客户端 当然你可以通过央视网查询浏览 感谢收看绿色时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